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成亲现在虽然60岁了 但其实看起来年纪也没有那么大 和一能静有一个孩子已经20岁了 和二婚妻子最小的孩子也才只有两岁 别人都在看孙子的年纪 他却还在带自己的孩子 不过人家现在在享受着自己的晚年生活 过得逍遥又快乐 虽然近几年没怎么再见到他的身影 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忘记 那个在台上唱着 让我一次爱个够 情非得意的他 他纯粹是因为自己的音乐才华活了起来 而在娱乐圈有不少人都是家事显赫 要是不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的话 就要被迫回家继承家业的那种 于成亲就是那种可以靠家里 但非得靠自己的人 他的祖籍在云南末江 去过云南旅游的人应该对余缘都不陌生 这里就是他们家的私人园林 是云南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他的祖父曾经是云南昆明市的市长 而他的父亲则是从政的 当然 他们家也有自己的生意 他的父亲在早年间创办了当时云南规模最大的公司 而他的博爷爷则是将军 可以说于成亲出身名门 家事显赫 而他也继承了母亲的好嗓子 在唱歌这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天赋 有人进入娱乐圈是为了出人头地赚更多的钱 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 于成亲完全就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爱好 所以能赚多少钱他当然不在乎 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当然 在乐坛他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后来就很少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当年和云南静恋爱结婚的事情 其实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只可惜的是 两个人并不合适 最终还是选择了分手 关于于成亲与云南静这段婚姻 真的可以用唐里有袋玻璃渣来形容 在录制周末派时 同为嘉宾的于成亲和云南静有了交集 节目录制结束后 于成亲问云南静家住哪里 听到答案后得出了方向相反就先走了的结论 本以为没下文的二人却因一首歌牵起了红线 18岁的云南静与26岁的于成亲相恋 因为工作的缘故 加上于成亲不爱向公众展露自己私人生活的性格 二人相恋14年 一直都是地下恋情 也一直没有步入婚姻 二人之间还因为出生的差距 受到于成亲父母的反对 云南静出生于台北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 在他出生之前生了六个女孩 所以在云南静出生后 父亲就和母亲离婚了 母亲则怪罪于云南静 有时云南静就被母亲送到养护母家 五六岁后又投靠姐姐 但是姐夫经上失败 患有轻微心理疾病 会在发病时欺负他 让他吃狗粮 后来母亲实在不忍心 再把云南静带到身边远护日本 但是融入日本的生活圈并不容易 她和妈妈在日本过得并不开心 所以云南静14岁就开始打工赚钱 赞钱回国 在日本生活六年后 母女俩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故土台湾 回国后不久 云南静被著名音乐人刘温正上时 为他打造了少女组合 飞银三人组 他发布专辑开始赚钱 而他赚的钱 首先却用于替生父还投资失败借下的债 由此可看 云南静从小到大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 家境也并不好 反观于成庆 作为家中独子 于成庆被细心培养 虽然他的兴趣和自己的家族氛围一点不搭边 但是在他的喜爱与坚持下 家里也开始支持他 再加上他自己的才华 于成庆的音乐之路走得可谓是顺风顺水 而这种差距成了二人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 以至于后来即使二人成功步入婚姻 也为婆媳关系埋下了隐患 2000年 二人终于步入婚姻殿堂 在美国注册结婚 两年后 儿子哈利出生 婚后 于成庆对云南静很好 虽然他不喜欢提及四人生活 但若有人提及妻子 他就会非常互妻 而易能静也在自己写的书中 记录二人之间的美好时光 想必那段时光一定非常美好幸福 但是这段婚姻也逃不过千古难题 婆媳关系 因为二人过有的出身差距 于成庆的母亲还是看不起易能静 而为了让婆婆满意 易能静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一点起色也没有 易能静还曾在书中写到 他与他家人同住 电视机准时五点多 给姐姐的小孩看卡通 六点时婆婆看 关注儿子动态的娱乐新闻 七点太婆看新闻 还诉说于成庆只是爱他 却不理会他灵魂的出口 加上于成庆的工作繁忙 夫妻二人见面相处的时间很少 婚姻的问题已前前埋下 直到牵手门事件后 易能静和黄卫德的事业 都受到不小影响 黄卫德还甩锅给易能静 称是他主动牵手的 面对丑闻 于成庆没有在公开场合 说过一次易能静不好的话 只是在第二年平静地 与易能静离婚 结束二人九年婚姻 给了彼此体验 于成庆和易能静离婚几年后 都找到了自己的下一份归属 二人相继公布恋情 并再次步入婚姻 易能静嫁给了小自己十岁的秦浩 于成庆现在的妻子张嘉欣 是后来两个人相爱在一起了 而这个女人很小的时候 就远赴瑞士求学 会说中 英 法 西班牙四国的语言 后来还成为了电视台的主播 这样一位优秀的女人 虽然追求者不少 也和一些富二代之类的谈过恋爱 但是始终没能嫁出去 直到遇到了余生亲 两个人结婚后完全就是三年爆俩的节奏 当然了 也是因为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了 而且这个二婚妻子 似乎和婆婆之间的关系 相处得十分融洽 据说 他们为了照顾自己的婆婆 也是搬到了信义区的大宅子里生活 就是因为婆婆已经90岁了 是需要儿女们的照顾的时候了 所以他们就选择一起住 在余生亲方处的照片当中 也可以看到 她的三个儿女关系融洽 玩得很好 而且张嘉欣照顾这个家庭 也是十分用心 再加上和婆婆的关系很和谐 所以在家里还是比较幸福的 余生亲虽然后面不怎么在娱乐圈出现了 但是她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意 作为一些临时行业的其他行业 也有很多投资都很不错 自己就赚了不少钱 之前 著名歌手余生亲在个人商交平台上面 晒出一组居家照片 并配吻舌吻 七岁退役的拉布拉多 超可爱超友善 就是有点少年白 照片中 余生亲盘腿坐在地上 穿着简约的T恤 看起来十分修行 一只黄色的拉布拉多脖子上面 带着一个粉色的项圈 毛测顺滑 正往余生亲的嘴边凑过去 余生亲用手扶住她的脖颈 像是在阻止狗狗凑近一样 这只狗狗真的太热情了 另一张照片中 狗狗远离了余生亲 但是舌头伸出来 刚好被抓拍下来 余生亲也是俏皮地吐出舌头 与狗狗之间的氛围相当和谐 余生亲社交平台发文 配上自己眼睛受伤的照片 自我调侃 忽然心头一振 莫非有妖孽作怪 在我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大爆花 看个明白 原来是摩二代再起 看我老孙如何想要抚摩 虽然语气轻松 可实际肯定不会这样 很多粉丝表示既心疼又害怕 余生亲最得意的土地吴莫愁 也吓得给余生亲留言 老师你别闹了 有网友在评论区对这个进行解释 眼中没有外伤痕迹 应该是过磨下出血不严重 好好休息 过段时间自行消退 感到意外的是 余生亲老师眼睛都这样了 他还有心弄头发 下午的发型明显跟上午和晚上不一样 歌手余生亲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则动态 晒出自己意外摔伤后的照片 让不少粉丝特别担心 从余生亲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他四肢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 整体伤势比较严重 膝盖处还有大面积的红肿 左肾这些只是皮外伤 并没有伤到骨头 受伤后 余生亲在深夜被紧急送往医院 睡着时还将包扎的过程称为包装中 可见他的心态还是很好的 日常生活中手臂活动量较大 手肘弯曲时纱布很容易脱落 因此一生包扎之后又使用了一层绷带加固 余生亲调侃道 网撞绷带很性感 即使伤势如此严重 却仍不该往日幽默的作风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